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亡上人也是人 去年10月28日 每天都会受到 他愿意协助这些人 忍受着没有健保 没办法工作 总是说所有的 作为一个人 在台湾的基本权利 其实都无法享有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将我们在台上人的问题 好好以人权的这个标准 好好来对待来处理 去年的时候10月28号 谋造委员会说 他愿意协助这些人 然后也有会议记录 但是到现在已经过了要一年了 那那个结果就是 盟造委员会一直告诉我们说 因为依据现行的法律 我们还是必须要先请外交部 去确认一下这些人 到底是不是尼泊尔人 因为他们当初拿的是尼泊尔护照进来的 而这个外交部查护照的事情 查了一年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下果 没有任何的下文 因为尼泊尔的办事处 或者是印度的办事处 没有人要回忆 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的国民 那我们想要问的是 如果今天一个国家 是你的国民 请问一下你要查他们的身份 会有这么难查吗 查了一年还查不出来吗 10月11号的时候 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他在政策协调会议上 他其实也很明确的说 他认为蒙照委员会 是一个必须要被裁册的单位 我们觉得在这个整个事情上面 不管是对于 西藏人的人权问题 对于在台制裁 藏人的流亡的拘留问题 蒙照委员会都是非常消极的 都是非常被动的不处理的 所以我们觉得他的裁册 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 但是我们想要问行政院 就是蒙照委员会的 主管机关行政院 那接下来 这些还没有处理的个案 请问一下行政院 这些人要怎么处理 有的时候想一想 怎么那么辛苦 怎么那么痛苦 17个人的配偿 工作也找不到 去医院看也真的很辛苦 没有人帮忙 那就行政院长也好 蒙照也好 拜托我希望 非常辛苦 有的时候想的时候 非常辛苦 非常痛苦 拜托 拜托 谢谢 拜托 我今天跪在这个地上 有的时候 非常辛苦 真的 这个时候是真的 看得到的 非常辛苦 谢谢阿民 有一些人是完全没什么工作 然后他们也是会睡着一个公园 然后有时候会睡着他朋友家 然后我问过他 他说 天天跟朋友家睡觉 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所以他会有时候会睡觉 睡觉在公园那边 那我本人是从印度出生的 我没有去过西藏 我在印度 然后后来我来台湾之后 我们第二批 有一百多个藏人 也是民进党时代 拿到身份件 我们在立法院 难民法 以及他们这个 有关于他们的法条 十六条 已经有一个往前的一步 一读过了 但是接下来 我们还要在等二读三读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行政单位 你们开始动了吗 你们还在等立法院吗 大家应该知道说流亡藏人的 为什么他们会离开西藏 是因为他们的宗教 然后他们的言论自由 等等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打压 所以很多人流亡到海外 那有的人在尼泊尔 有的人在印度 那但是他们在尼泊尔 跟印度 其实并没有拥有国籍的身份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并不是尼泊尔 跟印度的国民 那所以有一些在印度的 游王藏人 他们会拿所谓的IC 也就是一个 有点像旅行文件的东西 然后出国 可是在台湾 其实当你拿IC要入籍的时候 其实会遇到非常多的刁难 在尼泊尔那边的人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旅行文件 那导致其实 他们去找旅行社 或者是去找人帮忙 办他们要出国的证件的时候 那办出来的那一份护照 他们以为 那个就是一个合法的护照 但是然后他们在出入 过去的出入境 也都是正常的 都没有问题 08年底过后 这些人 发现他们的护照 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新使用了 有的人2019年进来 有的人2010年进来 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也就是他们拿的护照 无法更新 或者是根本出不去 那他们一直滞留到台湾 一直到现在已经是2016年了 过去我们其实针对流亡藏人 有两次的大赦 那一次是在2000年的时候 还有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那那时候就解决了第一批的藏人的拘留犬的问题 那在第二次的时候是在2008年底 2009年初的时候 那是透过移民法修法 把第16条加了一个条文 也就是说 如果是来自尼泊尔或印度的 无国籍的流亡藏人 那经过蒙藏委员会的审查之后 那可以取得在台湾的拘留 但是他定下一个期限 就是你的入境时间 必须要是在2008年的12月31号之前 非人生活 还要多久 非人生活 还要多久 请杂西带一下藏语的口号 然后我们口号 就是也是说 要台湾政府帮忙一下的口号 不管界随手 折erson 折ers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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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